太好了,世上还是好人多 山林里的包公头看到无家可归的妇女俩,心生怜悯 把新建的竹屋送给了他们居住 让他们祖孙三人也有了落脚之地 山间的竹屋被阿牛烧毁之后 好心的包公头大哥把妇女俩带到了山下的一个田园里 在那里矗立着两间新盖的竹屋 李美哈之间的小屋要好很多,又大又宽敞 可能是刚完工的原因,到处乱糟糟的 这竹屋的后期完善工作,就得由美哈妇女俩来做了 不管怎么说,在他们无家可归的时候 有这么好的安身之处,应该感到庆幸了 好心大哥带着老李来到了院子里 告诉他整个园子的面积有多大 让老李他们把庭院收拾好 可以种一些瓜果蔬菜 后期也可以补贴家用 好心大哥听他的工人说过 老李妇女俩的遭遇 他们都很痛恨渣男阿牛 他说这个房子就送给老李他们住了 让他们一定安心地居住 老李很激动地谢过了好心大哥 送走了好心大哥 看着老李妇女俩现在居住的环境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虽然说有了居住的地方 可是到处都乱糟糟的 老李他们不敢休息 妇女俩要抓紧时间把屋子修起完善 让生活重新步入正轨 妇女俩不能辜负 好心人对他们的帮助 门前的木棍终于清理干净了 美哈打扫着屋子里的落叶 很快 妇女俩把门前的垃圾都清理好了 妇女俩又来到了隔壁的小屋里 看样子应该是一间厨房 这间厨房又大又宽敞 迪美哈之前住的小屋都要大很多 看到好心人给他们这么好的屋子居住 妇女俩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她们把门外面的棕榈叶都拖到了围墙边上 这样看着院子立马干净整洁了不少 老李把碎掉的干枯叶子点燃了 这些碎叶子很快都燃成了灰烬 收拾好了院子 妇女俩把生活用品 锅碗瓢盆都搬进了厨房 美哈提着水桶 来到了大铁罐下面接水 这里生活着好几户人家 这个水罐是他们的公用财产 屋里的小宝哭闹起来了 美哈赶紧把他抱了起来 来到了厨房里 美哈开始生火做饭 他们已经一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锅里的米粥很快就熬得粘稠了 老李把铁锅端了下来 美哈又把平底锅架在上面 放上菜籽油 他开始炒青菜 这是早上的时候 他们在山中采摘的 很快水煮青菜就炒好了 美哈看着父亲今天太累了 光吃水煮青菜也没有营养 又做了一个炒鸡蛋 很快黄灯灯的鸡蛋就炒好了 此时的妇女俩 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美哈把鸡蛋加入老李的碗里 老李大口地吃着碗里的饭菜 看着他们从容吃饭的样子 真的希望岁月静好 善待这对可怜的妇女 真是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 美哈妇女俩虽然有了落脚之地 可是他们现在连张睡觉的床都没有 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 天刚蒙蒙亮 美哈和女儿就起床了 好动的小宝把睡梦中的老李也吵醒了 美哈抱着小宝去厨房里烧水做饭了 老李拿起扫帚打扫着屋子里的垃圾 这里的人们都很勤快 这么早就在田地里除草了 老李把打扫的垃圾都铲进编织袋里 美哈已经在厨房里升起了火堆 她拿出了一个硬邦邦的面包 放在火上烤了一会儿 烤至面包的表皮发黄 美哈把面包拿到了父亲的跟前 掰下一大块递给了父亲 小宝看到外公手里的面包 赶紧爬了过去 张着小嘴吃了一口 看着女儿喜欢吃面包 美哈把自己的面包喂给小宝吃 吃完了面包 老李又喝了一碗白开水 今天的早饭就这样结束了 睡在地上实在是太伤身体了 这田野里的虫移也多 为了小宝的安全 父女俩决定今天先坐一张床 规划好了位置 老李便开始锯木头了 美哈险些被木头绊倒 前几天就有宝子们提醒过了 美哈背着小宝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他摔倒的话 小宝也会受到伤害 希望美哈以后干活的时候 尽量把小宝放在安全的地方 美哈把木头都搬进了屋子里 他背着小宝和竹筐就出去了 被阿牛放了那场大火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可是烧坏了美哈家的好多生活用品 老李砍了四根粗壮的竹子 一会儿用来坐床的立柱 美哈来到了果园里 果农大哥把小宝接了过去 他今天要摘些南瓜去售卖 老李把立柱都搬进了屋子 想把木头卡在立柱的卡口里 由于他的技术不够精湛 修了几次才把木头卡进去 老李又搬来了一些木头 把它们都平放在刚才做好的立柱架子上 美哈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他对农作物还是很了解的 他采摘的都是一些又面又甜的南瓜 老李用钉子把木棍定在横架上 木床的基本结构就完成了 定好之后 老李还爬了上去 试了一下木床的承重量 今天的天气很不好 美哈加快了采摘的速度 老李又把几根竹子从中间劈开 打磨干净中间的竹节 他要把这些竹子用作床板 老李把竹皮很麻利地铺在木床架上 竹子边上钉上了木板条 美哈把采摘来的南瓜都放进了竹框里 这些足有四五十斤重 看着他小小的身板真让人心疼 要不是生活所迫 谁又愿受这么多的苦 美哈把南瓜送到了小麦布里 这里虽说价格要比零售低一些 可是省去了自己摆摊的时间 美哈收了钱 背着竹框就往果农大哥家里走去 来到了果农大哥家里 接上了小宝 谢过了果农大哥 母女俩就回家了 回到了家里 父亲坐的床也快完工了 他们接受了宝子们的意见 觉得父女俩同住一张床 确实不太方便 老李今天一共打了两张床 愿他们以后的日子能够衣食无忧吧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美哈父女俩住进新房子 也有几天了 通过劳里的努力 做出了各种生活设施 让他们在新的环境中 过上自己自足的生活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勤劳的美哈一家 早早地就起床了 他们现在有床睡了 还给小宝架上了蚊帐 现在的小宝 正是学见识的年龄 他所学的每一个动作 都让劳里欣喜不已 这个宝贝外孙女 可是他和美哈的生活动力 他们来到了厨房里 老李看着小宝在地上玩耍 美哈提来了半桶水 他们也是讲究的人 虽然生活清贫 每天早上清理个人卫生 是必不可少的 清洗过后 老李拿出了竹席 把小宝放在上面独自玩耍 妇女俩便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乖巧的小宝 听话得让人心疼 老李把干枯的叶子堆在一起 点燃了枯叶 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美哈清洗着盆里的餐具 老李扛着竹子来到了空地上 他们的新家现在什么都没有 老李今天要打造一些生活设施 让他们一家 以后可以在这里安稳地生活 老李把长长的竹竿 砍成相同的长度 他想利用身后的大坑 在那里做一个竹桥 以后无论是洗衣还是做饭 都会干净很多 很快老李就把竹子砍好了 他又用不灵活的双手挖着土坑 终于老李把大坑下面滴立柱买好了 他又把卡在立柱上的柱子 用铁丝绑好 老李又开始锯起了竹子 相对于用柴刀 老李用锯子更加顺手 很快就把竹子锯开了 老李又用柴刀 把竹子从中间劈开 他把劈开的竹子 都摆放在刚才搭好的架子上 又用铁丝绑紧 很快一个竹桥就做好了 制作好了竹桥后 老李来到围栏边的竹席旁 用胳膊比量了一下竹席的尺寸 他准备在竹桥旁边 再做一个浴室 这么大的院子 争取早日 把各种生活设施都制作全面了 老李丈量好尺寸后 开始挖坑 真是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啊 就老李这挖坑的速度 真亏了老李有大把的时间 当然了 对于手脚不完整的老李来说 这也是自己的全部了 都这把年纪了 还为了生活努力着 真是让人佩服 功夫不负有心人 挖了很长时间后 坑终于挖好了 老李把具好的竹竿 立在坑里 然后再把竹竿买好 用木棍夯实结实了 这样也不至于被风吹倒 立柱买好了以后 老李根据立柱的间距 再重新修整一下竹席的四周 顺便再制作几根竹子的银水管 把水箱里面的水 引到这边来 远处的田园里 美哈正除着地里的草 由于是刚搬过来不久 还没有整出一块像样的地 隔壁邻居家的庄稼 都生长得很高了 美哈也要赶紧把地整出来 种上庄稼 一家人才能长久地解决温饱问题 美哈脱下鞋子 在地里平整着土地 也不知道这样光着脚 会不会因为不小心伤到脚趾 反正小编认为 光着脚踩在土壤里 脚丫肯定挺舒服 背上的小宝睡得正香 小宝也习惯了 在妈妈的背上呼呼大睡 不管怎么晃动都不会醒 美哈终于整好了一块地 然后把周围的甘草抱过来 放在地上 点燃消杀一下土壤的害虫 大部分农民伯伯都是这么做的 焚烧接杆有一定的好处 能消灭部分害虫 草木灰还能做肥料 但焚烧的同时 也烧掉了土壤中部分有益的元素 现在 在我们国家 焚烧接杆是禁止了 美哈忙完地里的活 又来和老李帮忙了 两个人把裁剪好的煮洗 一面一面地捆扎到立柱上 看着浴室的结构 小编看着 怎么更像个厕所呢 反正做浴室的话 地面一定要处理一下 不然下面的泥土太松软了 做好了浴室门后 妇女二人 开始在竹桥上洗刷一下 用起来还挺方便 真希望美哈一家的日子 能尽快好起来 下雨天的美哈妇女俩 又能做些什么事情呢 大家跟着镜头一起看看吧 今早的天气很糟糕 到处都灰蒙蒙的 风吹的树叶沙沙作响 勤劳的人们在田园里 除着杂草 美哈在屋子里哄着小宝玩耍 自从他们被赶出家门 塑料瓶子成了小宝最喜欢的玩具 老李在屋子外面锯着木头 时隔一月 老李又要重新做一个置物架了 一月之前做的那个置物架 已经葬送在阿牛放的那场大火之中了 美哈看着父亲锯木头太吃力了 于是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锯子 这段时间 美哈跟着老李 也把锯子用得炉火纯青了 很快就锯开了木头 小宝真是个乖巧的孩子 一个人在屋子里 不哭也不闹 老李用柴刀修理着木头上的卡槽 美哈不放心 小宝一个人在屋子里玩耍 把他背在了身上 小宝也有些困了 不停地用小手揉着眼睛 很快整体的框架就定好了 父女俩用钉子把它们拼接在一起 做好了整体的框架 老李又开始锯木棍了 这些木棍要系很多 老李锯起来也省很多力气 美哈来到了园子里 这块地 昨天他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今天大体除一下 就可以播种了 美哈把种子 撒在松好的土地上 小编从小也没有种过地 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方式撒种子的 不知道这样撒下的种子 出苗率高不高 这样撒在地上面的种子 会不会被鸟雀吃掉 如果雨天种子 会不会被雨水冲走 撒完了种子 美哈提来了一桶水 她用水瓢浇灌着刚才撒下的种子 美哈手把很麻利 动作也很娴熟 她生活在这种单亲的家庭里 还有一位残疾的父亲 这些年应该吃了不少的苦 天空越来越暗 看样子 一会儿应该会有大雨天气 美哈放下水桶 又开始帮父亲老李定制物架上面的木棍 看这天气 随时都有可能下起雨来 妇女俩也加快了定木棍的速度 天气越来越糟糕了 妇女俩赶紧把没有完成的制物架 抬到了厨房里 此时 外面也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 妇女俩的身高都不高 上面的那层木棍定起来也很吃力 于是 老李爬到了制物架上面去定木棍了 由于阴天下雨的缘故 屋子里面又黑又冷 美哈点起了火堆 这样既可以照明 也可以取暖做饭 一举多得 外面下起了大雨 老李的木棍也定好了 他带上了斗笠 来到了院子里 把剩余的木棍都抱进了厨房里 雨越下越大 顺着棕榈叶的屋檐 花花地留在地面上 老李家门口 激起了一小块的水洼 老李拿起稿头 看着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老李得赶紧挖个小水沟 把雨水排出去 不然雨越下越大 院子里的积水也会越来越多 他们出行也会很不方便 厨房里的小宝还在妈妈的背上睡得很香 美哈锅里的米粥也熬得差不多了 妇女俩忙了一早上 还都没有吃口饭 老李挖好了水沟 来到了竹桥上 清洗着脚上的泥土 这雨水 把他全身都淋了个扣心凉 老李赶紧来到屋子里 换下湿透了的衣服 妇女俩把做好的置物架摆放好 看着四面透风的厨房 不知道他们所选的位置 在刮大风的雨雪天气里 会不会把置物架上的东西都淋湿 但愿小编的担心是多余的 望美哈一家在今后的日子里 能够平安喜乐 雨过天晴新的一天开始了 美哈把厨房用品都摆放在 昨天做好的置物架上 小宝一个人坐在竹席上玩耍 看到外公过来 小宝高兴地爬了过去 小宝拍着手 向外公炫耀着自己的新本领 看到对他无动于衷的外公 小宝再次向外公爬了过去 祖孙二人坐在竹席上一起玩耍 自从老李安装了竹筒水管 美哈一家用水也方便了很多 美哈来到了竹桥上 给老李清洗昨天下雨淋湿的衣服 可能是刚搬新家的缘故 美哈家连洗衣粉都没有 只能用清水给老李清洗了两遍衣服 就晒在了竹子的晾衣杆上 美哈来到屋子里逗得小宝开怀大笑 老李搬来了一根粗壮的竹子 又拿来了柴刀和锯子 老李先用锯子锯下了一段竹子 又从竹节下面砍下一半的竹子 把最末端的竹片用柴刀削尖 这样一个简易的筷子收纳桶就做好了 真的很佩服老李的想象力 就地取材就能做出 自己需要的生活物品来 小宝睡着了 这么大的孩子一天要睡好几觉 他睡着的功夫 也可以让美哈腾出手来做一些家务活 田园里的人们 风雨无阻地打理着田围的庄稼 从美哈家里向外望去 到处都是郁郁葱葱 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 老李想给他家的铁锅 做一个外照 把铁锅放在上面 极干净也卫生 老李把竹子从中间劈开 把它们都劈成两厘米宽的细竹片 美哈扛着稿头 又要去田园里了 她要利用这几天的时间 把整个园子都整理出来 全部都规划好 种上农作物 既可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 赋予的部分还可以拿出去售卖 在我们这里 像她这个年龄的女孩 还坐在教室里学知识 做着衣食无忧的小公主 可是美哈却要起早贪黑地干着农活 撑起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 老李还在认真地编着竹子 由于她的双手不灵活 竹子上的毛刺都没有打磨掉 所以她编织出来的东西 感觉很粗糙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她没有因为命运的不公 像生活低头 小宝也睡醒了 美哈把她背在身上 又去了田园里 美哈用稿头继续除着地 她要在这个地方 种上一片生姜 乖巧的小宝 又从妈妈的背上睡着了 现在的美哈每天都要不停地忙碌着 虽然身体有些疲惫 但是也看到了笨头和希望 把好心大哥给的这个园子打理好了 以后他们一家人 也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了 能够让女儿和父亲吃好穿暖 就是她现在最大的动力 美哈很快就把土坑刨完了 她把生姜掰成块 放进了挖好的土坑里 又浅浅地覆盖上了一层薄土 美哈的手脚很麻利 很快就把生姜种好了 此时的牢里编织的铁锅外照 也快完成了 美哈来到院子里 看了一下父亲编织的铁锅外照 很不错 赶紧去厨房里把铁锅端了过来 放在上面试了一下 高度和大小都刚刚好 铁锅外照终于完成了 美哈把里面多余的竹片 用柴刀砍去 夕阳西下一天的时光 就这样结束了 太好了 美哈父女俩 今天收获了两筐的芭蕉 他们拿到镇上去售卖了 孝顺的美哈还带父亲去美发沙龙里的头发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美哈把清洗干净的衣服晾在竹架上 晾好了衣服 美哈杯上小宝和父亲一起上山了 自从搬入山下的新家 这是他们第一次上山 他们今天要去农场里摘些芭蕉 拿到镇上去售卖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去镇上卖东西了 也就意味着 他们这几天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一家人总得生活 也不能坐吃山空啊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芭蕉园里 这里的农场主和他们已经很熟了 也都了解父女俩的情况 每次都是美哈把东西拿到镇上 卖掉之后再截货款 美哈也就是从中赚点辛苦钱 这个园子很大 父女俩从里面挑选着果实饱满的芭蕉 从树上砍下来 由于父亲手脚不变 这些工作都是由美哈来做的 很快美哈就砍下了两串芭蕉 把他们分成一挂挂的 今天美哈想多带些去镇上售卖 于是又去林子里砍芭蕉了 分割芭蕉的工作就由父亲牢里来做了 美哈又拿来了一串芭蕉 小宝的头发都热得有些打柳了 老李用帽子给小宝扇着风 美哈很快就把剩下的芭蕉 都分割好了 两人把芭蕉都装入了竹筐里 三串芭蕉刚好装了满满的两竹筐 老李小小的身体背着沉甸甸的竹筐 他这么高的台阶着实有些吃力 为了安全考虑 他只有手脚并用地往上面爬着 终于来到了平地上 老李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骑马在平地上他摔伤的几率要小很多 他不想再给女儿添负担了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镇里最大的集市上 这里的人真多呀 美哈选了一块空地 旁边善良的大姐赶紧帮他把烛光放了下来 老李铺好了编织袋 妇女俩把芭蕉摆在上面 很快就过来了一个大姐 她很照顾美哈的生意 一下就买走了好几瓜 又过来一人 也是选了满满的一袋子芭蕉 美哈是个实在人 他们卖的价格也不高 她的顾客一直乐意不绝 忙了一早上的妇女俩 到现在都还没有吃早饭 美哈抱着小宝 来到附近的小吃摊上 买了些早点 很快美哈家的芭蕉 就卖掉了一大半妇女俩 坐在地上吃着早点 又有顾客上门了 她选了满满的两大袋子芭蕉 又过来了一位附近的商贩 买走了一挂 美哈摊上的芭蕉 所剩无几了 这时对面又过来了一位大姐 她看了一下地上的芭蕉 老李说就这些了 如果一起要的话 可以便宜给她 大姐果断地买走了 所有的芭蕉 美哈开心地数着钱 等父亲吃完了早点 两人收拾起了竹筐 准备回去了 今天的收获很不错 他们路过了一个美发沙龙 在美哈的印象里 父亲从不舍得来这种地方理发 都是在村里 让二大爷给他理 现在他能自己赚钱了 也想让父亲享受一下 通过理发师的一番操作 老李立刻年轻了十岁 美哈又让理发师 给小宝理了头发 看着小宝乖巧的样子 应该很享受 理完了发 父女俩回到小屋的时候 天已经全黑了 太高兴了 今天老李给小宝 做了一个木制小床 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一起跟着镜头看看吧 新的一天开始了 经过老李父女俩几天的努力 田园里的栅栏已做好了 自从老李安装了水管 一家人用水也方便了很多 美哈提来了一桶水 老李点燃了火堆 开始烧水 美哈提着一个大水壶 来到田园里 她前几天种植的农作物 也都发芽了 几天都没有下雨了 她要好好地 给这些植物浇些水 该说不说的 美哈家这优美的风景 小编都有些羡慕了 美哈背着小宝 提着一竹框的木树 又去园子里了 她要把这框木树 种在刚整理好的这片土地上 来到了园子里 美哈光着脚丫 踏在松软的土地上 开始刨坑 这些木树都被她育出了嫩芽 木树是一种热带地区 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 称为淀粉之王 具有耐旱和抗瓶级的特点 木树用途逐渐多样化 可以作为饲料淀粉等工业原料 美哈背上的小宝 已经睡着了 老李在屋子里开始锯木头 她今天要为可爱的外孙女 做一个木制小床 现在小宝在慢慢地长大 没人看的时候 到处乱爬 随时都可能会有危险 如果做好了小床 把小宝放在里面 老李和美哈干活的时候 也能安心很多 老李真的很疼爱这个外孙女 她这次选用的木头也比较好 木头的表面都很光滑平整 美哈还在园子里刨着坑 屋子里的老李 还在认真地干着手里的活 该说不说的 老李的手还挺巧的 很快 他就组装好了两面框架 园子里美哈也跑好了坑 开始往坑里面种木树 木树的种植方式 有平放斜叉和直叉 美哈选用的 就是平放种植法 木树在幼苗时期是比较脆弱的 当周围的温度在20度或以上的时候 木树大概在一周左右就能发芽出苗 出苗后两个月是木树根部生长最旺盛的时期 美哈虽说年龄小鸽子也小 但是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 此时老李坐的木床 整体框架也完成了 为了更加结实耐用 他又在卡槽旁边 钉上了铁钉 很快 木床下面的木板也定好了 老李又拿来了之前盖房子剩下的圆形木棍 他准备用这些木棍来做小床四面的护栏 老李用木棍量了一下护栏的高度 开始用锯子剧木棍 这块土地的面积太大了 美哈忙了一上午还没有把木树种植完 好在还有最后两行 经过美哈的不懈努力 终于把木树种好了 老李的护栏也做好了一面 很快另一面护栏也做好了 老李把它安装在木床上 经过老李的一番敲敲打打 又一面护栏完成了 老李把它也安装了上去 老李又把木床的最后一面护栏也装了上去 一张纯手工打造的小木床就完成了 做好了小床 老李开始清理屋子里的木头 美哈种完了木树也回到了小屋里 看到父亲为小宝打的小床很欣喜 高兴得有些爱不释手 此时的小宝也醒了 美哈把小宝抱进小床里 小宝也很喜欢这张小床 在里面玩得不亦乐乎 在这里小编建议美哈在床板上 为小宝铺一个床单 小宝的皮肤太嫩了 直接和木头接触容易伤到皮肤 美哈妇女俩在园子里 整理了很大一块土地 还在上面种植了很多的蔬菜 微风袭袭 竹屋上面的棕榈叶 轻轻地摇荡着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美哈妇女俩拿着工具准备去园子里 他们今天准备再收拾出一块土地来 用来种些蔬菜 他们来到园子里 这里还有大片的土地荒废着 上面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 说干就干 妇女俩拿着稿头开始除草 美哈背上的小宝又睡着了 长到这么大 小宝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 妈妈的背上度过的 牢里用手拔着地里的青草 牢里的双手不灵活 用起稿头来也不方便 她先用稿头把土地刨松了 再用双手把青草拔出来 她这样干起活来要慢很多 好在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 俗话说笨鸟先飞早入林 前几年女儿小的时候 她都是没日没夜 再在田园里工作 那样才能赶上正常人的进度 现在女儿美哈成人了 家里大部分的活都由美哈来做了 经过父女俩几个小时的努力 经过父女俩几个小时的努力 此时的小宝也醒了 独自在地里面玩耍着 没有背上的小宝 美哈除起地来也更加得心应手 老李干脆放下了稿头 帮美哈收拾除下来的杂草 把杂草堆成小堆 美哈除完了地 把杂草堆装进竹框里 都运到了榨栏外面的草地上 很快 园子里的杂草 都被美哈装进竹框里运了出去 运完了杂草 妇女俩又开始用稿头 把土地分成一笼笼的 这样 她们可以在每一笼土地上 种上不同种类的蔬菜和粮食 此时的小宝 一个人也玩够了 大声地哭喊着 美哈赶紧放下稿头 抱起了小宝 哄好了小宝 美哈又去地里和父亲干活了 父亲身体不好 现在美哈也为人母了 知道父亲把她养育成人的不义 现在的父亲也在慢慢地变老了 是她应该照顾父亲的时候了 无论现在看一天 小宝有多么累 家里地里的活 也都是由美哈来干大部分 只要父亲帮她打打下手 传授些生活经验就足够了 两人整好了笼 美哈开始用稿头刨坑 一会用来栽种蔬菜 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看着美哈刨坑的熟练程度 就知道这些年 这种活她没少干 刨好了坑 美哈开始往坑里栽种蔬菜 这种蔬菜的秧苗 小编不认识 有认识的宝子们吗 再好了蔬菜苗 美哈又在旁边刨起了坑 此时的小宝和外公也玩够了 大声地哭闹着 美哈赶紧把小宝抱了起来 老李继续过来刨坑 父女俩把蔬菜苗都种了进去 小宝在地里也待够了 老李把她抱回了屋子里 美哈一个人继续种着 剩下的土地 她把种子都放进坑里 用土埋上 终于干完了 美哈用水桶把刚才栽种过的蔬菜苗 都浇上了水 干完了地里所有的活 美哈收拾起了工具 准备回小屋了 美哈父女买了一根粗木头回家 把树心掏出来 他们这是打算要做什么东西呢 清晨的树林中 弥漫着细细白雾 夹杂着清脆的鸟叫声 不绝鱼耳 空气清新的如同梦境一般 美哈父女准备出门了 真是若无闲事烦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呀 自从父女二人搬到这里后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他们穿过田间地头 今天准备去镇上买根木头 做个工具 顺便买点生活用品 美哈一家虽然远离城镇 远离喧嚣 生活得比较安逸 不过一家人的生活用品 还是需要跑到镇上来购买 美哈父女买了点青菜 然后静止去了木材加工厂 无愧是木材加工厂 里面的木材各种各样的都有 他们要挑选一根粗壮的木头 加工厂的工人 把木材装到车上 结过账后 工人把拉着木材的车子 拉到门口 剩余的路程 就需要美哈妇女来完成了 这就是所谓的送货到家吗 加工厂出车 自己拉着送到家 美哈在前面拉着车 牢里的小短腿在后面推着 与其说推 不如说扶着 毕竟她的速度太慢了 上坡是美哈妇女最不愿意碰到的 太费力了 美哈不得不翻过身来 拖着车子 终于爬上了坡 有上坡就有下坡 下坡妇女俩轻松多了 终于 妇女俩到家了 牢里按着木材的一头 美哈使劲往外拖车 费了半天劲 终于卸下来了 美哈提着竹筐 背着小宝去屋里了 她要先解下背带上的小宝 休息休息 安顿好小宝后 美哈出去摘点野菜 准备做饭了 留下乖巧的小宝 独自在屋里玩耍 美哈来到路边 采摘点楼叶 楼叶是阁楼的别称 它是一种多年生 竹节生根的草本植物 接出的果实为球形 阁楼在南方地区被广泛使用 不仅是一种调味品的原材料 还具有药用价值 美哈端着采摘的楼叶 夜往小屋走去 老李在院子里干着活 美哈来到屋里 先熬上大米饭 做好了锅后 美哈来到院子里 和老李帮忙 两人开始切割粗壮的木头 这么粗的木头 要聚到猴年马月 美哈聚了半天 去屋里看锅去了 老李又开始继续聚木头 老李的拉锯幅度 明显小了很多 希望水滴时穿吧 美哈把熬好的米饭 从炉灶上端下来 院子里 粗壮的木头 锯下来一半了 美哈和老李将木头 翻滚了一下 继续锯木头 真是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啊 在妇女二人的努力下 终于把木头锯开了 这一块就够用了 美哈忙着去屋里做饭 看老李开始打磨木头 表面的树皮 他要把树皮全部去掉 然后老李把木头放倒 开始在外抽树心 这个树的年轮很均匀 正好能整个把树心抽出来 老李用的是外边这块 抽出树心后 老李开始在树干上做把手 美哈也开始准备炒菜了 今天的晚饭很丰盛 有菜也有肉 院子里的老李 在打磨着树干 他要把树干再削得薄一点 美哈把洗好的食材放在桌上 开始切圆葱 把圆葱切成小 小块 剁碎后 放入肉中 然后把楼叶也切碎了 一并放入肉中 加入调料 搅拌均匀了 这是打算做肉馅吗 美哈用楼叶把肉馅裹起来 卷成筑造 楼叶鱼菜两吃 炒一份 炸一份 楼叶卷肉 放油锅里炸一下 很快 饭菜做好了 美哈喊父亲进屋吃饭 老李放下工具 和小宝玩耍一会儿 美哈在一旁张罗着饭菜 外面的天 渐渐黑下来 屋里也开始变得昏暗 美哈一家还没有接电 不过 已经提前备好了蜡烛 美哈把饭菜端到餐桌旁 一家人围着餐桌开始用餐 今天的晚饭很丰盛 一婚一宿 经过妇女二人的努力 美哈一家的生活 已经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甚至已经超越从前 真是只要肯努力 没有过不去看 只是播种和收获 不在一个季节罢了 看着屋里 美哈一家温馨的生活 真是让人感慨 不知道此刻的阿牛 在哪里喝风呢 真是太好了 美哈做了一木桶的糯米饭 拿到集市上去售卖 清晨的田园里 雾气缭绕 宛如仙境一般 老李一大早就开始 加工昨天的木头了 美哈背着小宝 拿着竹框出门了 田园里的空气真清新 到处郁郁葱葱的 美哈背着小宝 走在田间的小路上 他今天要去村子里的小卖部 买些紫兰草和糯米 他要做些糯米饭 拿到集市上去卖 很快 美哈就来到了小卖部 他先让老板拿了一块猪肉 又买了一筐的紫兰草 最后买了一袋的糯米和蔬菜 美哈一家 要来一趟村里的小卖部 都要步行五六里路 所以每次他们都要多购买些生活物品 也不枉跑这么远的路途 付过了款 美哈背着满满一筑矿的物品 向着来时的路走去 路过田间地头的时候 美哈发现了包糯米饭用的叶子 他从老太手里拿过柴刀 弹好了价格 便用柴刀砍起了一些较大的叶子 这种叶子包出来的糯米饭 特别清香 老李还在用工具刨着木头的皮 他想把木头的表面弄得光滑一些 他要做一只大木桶 等女儿美哈买回来糯米 他们要蒸一桶的糯米饭 拿到集市上去售买 经过老李这两天的努力 木桶也有了初步的样子 此时天空下起了密密麻麻的雨点 美哈的叶子都摘好了 他来到了老太的屋子里 把柴刀还给了老太 结果了账 美哈背着小宝准备回家了 雨越下越大 美哈拿着一张较大的叶子 给自己和小宝遮着头上的雨水 不知道这么小的孩子会不会零感冒了 天空越来越阴沉 雨滴也越下越大 好在美哈母女也都到家了 她先把竹框放在门口 背着小宝就去了竹桥上 一路上都是泥泞 她的脚和鞋子上都沾满了泥水 洗过了脚 美哈来到了厨房里 这时老李的木桶也快做好了 老李拿着木桶逗着小宝玩耍 美哈把小宝放入小床里 让他一个人玩耍着 美哈来到了竹桥上 他把糯米倒入大盆里 倒入清水 开始浸泡糯米 泡好了糯米 美哈又把紫兰草放入大盆里 开始用清水清洗 美哈来到了屋子里 把包糯米用的叶子 用剪刀剪去质杆 老李用柴刀打磨着 木桶里面粗糙的部分 经过几个小时的浸泡 糯米也泡好了 美哈把它们盛入沥水栏里 这时紫兰草的水也熬好了 美哈把白糯米倒入紫兰草水里 开始用双手搅拌 白色的糯米马上就染成了紫色 美哈把牢里做好的木桶 放在铁锅上 把紫色糯米放了进去 关于紫兰草 小编想在这里说一下 它是一种常见的植物染料 用于给糯米饭染成紫色 它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蒸上了糯米饭 牢里看着火 美哈开始擦细胞 糯米饭的叶子 这些都是盛放入口的东西 美哈一点也不敢马虎 糯米饭蒸好了 美哈把它们搅拌均匀 把糯米饭从木桶中倒入 擦干净的叶子上 此时的紫色糯米饭 热气腾腾的 特别诱人 这也是美哈添加紫兰草的原因 它不仅为糯米饭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还保留了植物原有的清香 使糯米饭更加香甜可口 美哈拿来了叶子 用完把糯米饭倒入叶子上 再用两片叶子把它们包成四方块 很快 糯米饭就都包好了 美哈把它们都放入了竹框里 收拾好桌子 美哈和父亲 背着糯米饭去集市上了 他们要趁着糯米饭还热乎 得赶紧赶到集市上 这样也能卖个好价钱 集市上的人真多呀 父女俩选了路边的一块空底 美哈把包好的糯米饭摆了出来 很快就过来了一位大哥 问好了价格 她选了两包糯米饭 接着又过来了几个人 都在美哈的摊上挑选着糯米饭 美哈做的糯米饭很干净 也特别香甜 很受大家的欢迎 很快 美哈家的糯米饭就卖完了 她和父亲背上了竹框 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俗话说 不想做厨师的裁缝不是好木匠 不过老李还真是个好木匠 他做了一套木制茶几 这天清晨 美哈在院子里和小宝玩耍 小宝已经开始学走路了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小宝就可以独自走路了 看到屋里的老李 小宝更加开心了 跑着来到老李身边 和老李玩耍起来 老李也很疼爱这个小外孙 把他举起来玩耍着 老李和美哈商量着 把剩余的木头切割开 做一套木制餐桌椅 放在屋里的空旷处 美哈想了想 决定先让老李看着小宝 自己先把屋里的窗帘挂上 先把窗帘串到铁丝上 然后把铁丝捆绑到竹竿上 确实该挂个窗帘了 评论区的小主们早就想到了 一家人住在一起不方便 还是挂上个窗帘美观实用 挂好了窗帘 美哈把小宝抱进屋里 放在婴儿床里玩耍 妇女二人来到院子里 开始切割粗壮的木头 自从搬到这里来后 一家人的生活开始有了欢笑 美哈妇女愉快地干着活 两个人一人一边拉着大锯 拉大锯扯大锯 姥姥门前唱大戏 美哈想起了小时候 父亲唱的歌谣 不自觉地笑出声来 这么粗的木头 切割起来很费劲 不过越粗壮的木头 立在地上越稳定 两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 终于把整块木头锯开了几段 美哈妇女也决定休息一会儿了 美哈坐在床上给小宝喂点吃的 老李累地坐在餐桌旁喝水 琢磨着一会儿怎么制作茶几 老李把所有的木盾 先敲击松动一下 方便一会儿往外抽心 美哈安顿好了小宝 也来到院子里帮忙 第一个木盾很好抽心 老李三两下就分离开了 接着如法炮制 很快 几根木头都分离好了 老李开始修整木头 这块木头是做座位用的 两头和表面打磨平整就可以了 老李用豹子把木头表面爆平 曝光 豹子是木工常用的工具 是对木料表面进行细加工的唯一工具 对木料表面及早损 聚损后进行反复刨靴的过程 在民间常称为刨料和净料 这道工具在木工行当中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老李已经做好了几个木盾了 美哈带着小宝 来到竹桥边洗刷一下小手小脚 因为一会儿美哈和小宝要出门了 美哈背起小宝 拿着锄头往花园走去 美哈准备再拨洒些种子 美哈来到地里先刨种子眼 好奇的小宝 在背上东张西望地看着 不知道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 跑好了种子眼 美哈开始播种了 每个坑里放上几粒种子 然后覆盖上土 墨大的一片空地 要是全部成熟了 美哈一家的生活是不用愁了 院子里老李终于把所有的木盾整修好了 老李爬上一个木盾 感受一下舒适程度 老李想了想 还要给茶几加个木板 老李来到门口 选了块木板 放到树墩上 老李准备把这块木板切割一下 丈量了一下尺寸 老李拿起锯子开始切割木板 他要把木板切割成近似圆形 然后把木板表面抱平 菜园里 美哈已经把整片地播种得差不多了 无聊的小宝也趴在美哈的背上睡着了 看着天色不早了 美哈收拾起工具 背着小宝往小屋走去 路过院子 正看到老李的茶几做得差不多了 妇女二人来到屋里休息休息 准备一会儿把茶几搬进屋里 休息一会儿后 美哈妇女又来到院子里 开始一件一件地往屋里搬运 先把中间的茶几滚进屋里 这么粗的的木头搬太重了 还是滚动比较省力 美哈又把木板拿进来 老李把木板固定到木墩上 一个简易的茶几就做好了 然后再把几个板凳搬进屋里 这些木头心也不轻 小编以为 还是滚动着进屋比较省力 谁承想 妇女二人都是搬进屋里的 终于都到位了 老李又敏捷地爬到木头上休息起来 美哈则去厨房 把茶具拿过来 感受一下茶几的魅力 就美哈一家这么个勤劳程度 相信跑步奔小康就在不远处了 美哈父女俩真是太能干了 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小竹排 在池塘里捕了很多的鱼 拿到集市上去售卖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清晨的池塘宛如一面镜子 倒映着四周美丽的风景 美哈父女俩的到来打破了池塘的宁静 美哈今天要在这里捕鱼 她昨天就和池塘的主人谈好了价格 等父女俩把鱼卖了之后 再给她获款 父女俩先把长长的竹子放入水中 并排着放在一起 这些竹子的根数很多 足够承受得住妇女俩的重量 美哈用绳子把这些竹子固定在一起 老李又拿来了一根长竹子 按照竹排的宽度 把它们砍成一节节的 砍好了竹子 妇女俩把它们都绑在竹排上面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固定作用 该说不说的妇女俩都挺有才的 看着她们做的竹排也挺像样的 就是不知道一会儿妇女俩上去之后 能不能载着她们前行 老李的竹排还没绑好 美哈就迫不及待地爬了上去 看她开心的样子宛如一个志同 此时的水面微波流转 波光淋淋如同银河洒落 妇女俩坐在竹排上 望着辽阔的河面 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池塘的主人正划着小竹排 查看水里的情况 水里面成群的小鱼小虾 正在欢快地嬉戏着 美哈妇女俩也从池塘的对面划了过来 因为她们都是第一次划这种竹排 操作起来很不熟练 生怕一不小心掉入河里 妇女俩先把竹排划到了岸边 美哈去池塘主人那里 要来了渔网和救生衣 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妇女俩把救生衣穿到了身上 她们很不熟练地划着船桨 向池塘的中心划去 妇女俩终于划到了池塘的对岸 老李划着竹排 美哈把鱼网撒入水中 看着美哈撒网的样子 真替她捏一把汗 生怕一个不小心 连人带网都落入水中 好在小鞭的担心是多余的 美哈安全地把鱼网都撒入了水里 撒好了鱼网 美哈抡起竹子开始拍打水面 她企图把鱼儿都赶向撒网的地方 这样也能快一些收网 因为妇女俩都不熟悉操纵竹排 就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妇女两轮换着用竹子拍打着水面 两人在河面上划着竹排 排怀了半个多小时 便开始收网了 美哈把鱼网拉出水面 还真有不少的鱼儿落网 高兴得妇女俩和不上嘴 她们这一网下去收获还真不少 收起了鱼网 很快妇女俩就把竹排滑到了岸边 来到岸边 两人把鱼儿从网子上面摘了下来 还真有个头很大的鱼 看着今天的收获 妇女俩总算是没有白忙活 收好了鱼网和救生衣 她们向岸上走去 两人先把鱼网和救生衣 还给了池塘主人 提着刚捕来的鱼 就到了集市上 正好是下班的时候 公路上人来人往 集市两旁的小商贩也很多 美哈选了一块空地 把鱼摆在了上面 很快就过来了一位大姐 她看了一下鱼都很新鲜 价格也合理 就很果断地买了一袋 美哈还跟旁边的大姐借了盘秤 这样卖起鱼来也方便很多 又过来了一位带小孩子的大姐 她选了里面一条最大的鱼 看着鱼儿都很鲜活 她又让美哈给挑了几条小鱼 撑过了重量 付过了款 父女俩坐着等待下一位顾客的到来 终于又等来了一位大姐 她把美哈的鱼全都包圆了 美哈把盘秤还给了邻居大姐 收拾起鞭织袋 美哈还在旁边的大姐摊上 买了一袋东西 提着和父亲一起向集市里走去 路过一个小摊的时候 美哈乡种了筐子里的小兔子 打开筐子上的盖 里面足有五六只小兔 长得特别的可爱 每只兔子都有七八两种 这么大的兔子也好养 每天只要给他们吃些青草做行 谈好了价格 付过了款 美哈搬着一筐的兔子 向家中走去 等这些兔子长大了 也可以补贴一些家用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宽裕 真是太好了 土地的主人来美哈家 帮父女俩建了水泥水池 让父女俩的院子 更有了家的样子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美哈妇女俩 扛着稿头和铁铲出门了 他们今天要去山上 由于带着小宝很不安全 便把小宝放在了 山下的亲戚家里 越南是个多余的国家 天空总是阴沉沉的 两人走在田间的小路上 妇女俩来到山坡下 老李艰难地走在前面 因为这里常年潮湿 到处有水池出没 妇女俩停在了 一些植物的面前 美哈开始用铁铲挖土 这里的土壤因为潮湿 挖起来也比较轻松 美哈家的院子里 有几个男人在干着活 他们是土地主人的工人 土地主人也就是那位 给美哈妇女俩 房子的好心大哥 今天妇女俩 要挖一些植物的快精 这种快精可以煲汤食用 很受当地人喜欢 这种快精个头特别大 美哈用铁铲把它砍成两半 老李继续挖着剩余的快精 老李把它挖下来之后 又埋进了土壤里 这样让它可以再次生长 美哈又挖到了一个快精 突然老李坐在地上大叫起来 原来是他的小腿上 踏着两只水质 美哈用铁铲 把它们从老李的腿上弄了下来 水质又称马皇 属于体外寄生虫 以吸血或食腐肉为生 它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妇女俩很卖力地 挖着植物的快精 很快美哈又砍下了一大块 老李又把剩余的快精 埋入土里 由于山坡太陡 美哈险些滑下山坡 还好老李一把拽住了它 妇女俩继续从山坡上 寻找着快精 家里的工人也干得热火朝天的 他们还拉来了大树 给妇女俩种在院子里 经过妇女俩的努力 他们挖了不少的植物快精 美哈把它们都装进了竹筐里 老李坐在山坡上休息着 美哈还挖了一棵小树 放进竹筐里 让父亲背着下山 那筐沉甸甸甸的快精 由美哈背着下山 由于山坡很陡 妇女俩都走得很缓慢 老李更是提心吊胆 生怕一不小心就滚下山坡 他们来到草地上 老李的脚上 又爬上了好几只水枝 他赶紧把水枝拿下来 路上父女俩又发现了一棵 很大的植物快精 两人又开始挖了起来 这一棵收获还真不少 这真是挖到快精窝了 一会儿的功夫挖出了这么多 美哈把它们都装进 老李的竹筐里 装好了竹筐 父女俩开心地去集市了 来到集市上 美哈选了一块空地 铺上编织袋 把植物的快精都拿了出来 今天市场上的顾客有些少 他们等了好久 才走过来一位大姐 大姐仔细地挑选了两块 付过了块 又过来一位大姐 也选了几块 这种植物的快精 在这里很受欢迎 很快又过来了几个顾客 他们买走了美哈摊上 大部分的快精 还剩几个小的 美哈不想再等了 他想拿回家自己吃 今天家里还有客人 他准备拿这个快精 来招待客人 美哈来到旁边的肉摊上 他挑选了一块排骨 这是父女俩平时不舍得吃的东西 今天好心大哥过来帮忙干活了 他们今天奢侈一次 为大哥做点好吃的 美哈又在一个小摊上 买了一些水果 一起拿着准备回家 美哈来到山下的村子里 他从亲戚家抱上了小宝 小宝真的很乖很听话 无论跟着谁 他都不哭不闹 美哈抱着小宝来到了老李面前 小宝看着外公也很开心 不停地挥动着小手 美哈把小宝背在身上 一家三口向家中走去 来到了家里 工人们的工作也结束了 他们把剩余的材料覆盖一下 方便以后再用 好心大哥和老李坐在茶几旁 开心地聊着天 大哥对老李一家近期的状况 感到高兴 也对老李一家的努力赞不绝口 美哈端来了茶水 给他们沏上茶 好心大哥告诉老李 这里的设施都基本完善了 当时建造的时候 也是请的专业人员负责施工的 让老李他们安心地在这里住着 无论住多久都没有问题 而且也通上了店 说着还领着老李来到门口的开关附近 演示给老李看 交代好后 好心大哥又带着老李一家 来到新建的水池旁 告诉老李用法 有了这个水池 美哈一家的生活就更加方便了 他们又来到水塘旁边 让老李看了一下 已经做好的水塘 看看还有没有需要修复的地方 趁着工人们还没有走 不方便的地方再叫他们改 老李对这个水塘很满意 好心大哥告诉老李下一步的计划 争取把美哈一家生活的区域建设的更加方便 送走了工人 老李留好心大哥在家里吃饭 美哈来到水塘边 清洗了一下排骨 美哈把排骨洗好 用柴刀砍成小块 先放入锅中 把锅放在炉灶上 美哈又来到水塘边 把盆里的块精洗干净 削去皮 美哈把切好的块精 倒入煮沸的排骨锅里 排骨汤煮好了 美哈把它们盛了出来 今天的饭菜很丰盛 他们都吃得很开心 看着父女俩现在的日子 好心大哥也替他们感到高兴 吃过了饭 一家人目送着好心大哥离开小院 美哈妇女这是做了个什么东西 四四方方还由光赠亮的 又为这田园生活增添了一丝乐趣 清晨的田园里 虫鸣鸟叫声不绝于耳 到处孕育着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幅室外桃源的画卷 这就是人们所向往的田园生活吧 美哈一家早早地就起床了 他们没有睡懒觉的习惯 老李坐在茶几上喝着早茶 和女儿美哈商量着 今天做一个烧火做饭的炉灶 如今生活也基本稳定下来 总不能天天在铁架上生活 不卫生也不安全 说干就干 老李先去准备材料去了 床上的美哈需要先安顿好小宝 才能腾出空来干活 美哈把小宝抱进婴儿床里 让她自己玩耍 老李坐的这个婴儿床 正适合小宝 高度正好爬不出来 四周的围栏的密度 也正好卡不到脑袋 也不会磕着碰着 站着坐着玩耍都没有问题 美哈来到厨房 和老李先清理一下场地 这样待会干活也方便 两人把餐桌抬到一旁 然后把其余的柴火什么的零碎东西 也收拾一下 然后老李找来了竹竿 先把这些竹竿切割一下 他们准备用粘土做炉灶 就需要织木板 美哈把切割好的竹筒木棍削尖 一会儿做立柱用 然后把削尖的木棍敲入土中 根据老李测量好的尺寸 把四根立柱全部敲入土里 有了这四根立柱 一会儿织木板就结实了 做好了立柱 老李开始切割竹筒了 木板需要大量的竹片 把这个竹筒先切割成长短一致的段 双手拿刀的老李 手法已经相当的熟练 很快几根长度一致的竹竿 就切割好了 再把竹竿从中间劈开 再进一步切割成竹条 把切割好的竹条打磨光滑了 准备好材料后 美哈妇女开始织木板了 先把立柱用横金固定住 这样做好的木板不会走样变形 固定好了四根立柱后 把准备好的竹条一根一根地贴着横梁 镶嵌到土里 比较光滑的竹皮面向里 这样后期方便拆磨 一圈的模板织好后 美哈来到屋外 开始准备做炉灶需要的黏土 厨房旁边的土坡下 泥土比较松散 就从这里取土吧 黏土是土壤颗粒组成中 粘粒含量较高的土壤 水分不容易从中通过 潮湿时具有很好的可塑性 被烧后质地变坚硬 被广泛用于制造瓷器 建筑瓷砖 排水管道和淘气 美哈又搬来了一捆木棍 安放在木板的中间 作为排烟口 美哈提来了水 两个人开始活泥 把粘土和水充分混合 加水是为了使用的时候 不至于吸水太快 影响粘节劳度 加水也别太多了 过多了就不吸水了 哪样干得太慢 适中就可以 美哈妇女把和好的粘土 装进竹框里 这真是个多功能竹框啊 也能装菜 也能装粘土 就是不知道装完了粘土后 好不好清洗 美哈把粘土搬运到厨房里 放进模具里面 倒上一定量的粘土后 美哈拿来了木棍 开始夯实粘土 使粘土更加密实 这一步很关键哦 夯实不严的话 做好的炉灶 更容易到处跑烟 这么个炉灶 用粘土还不少 美哈又用铁仙 挖了一些粘土 准备一会儿加水半合 干了一上午活了 劳内的两人来到屋里 休息休息 喝口水 短暂地休息后 美哈抱起竹框 继继继继续往模具里面 运粘土 差不多够了 劳里也来到厨房 看看土量够了吗 美哈又拿来木棍 夯实粘土 经过一层一层的 反复夯实后 炉灶的毛坯状态 就成型了 看着湿润程度 应该一会儿 就能定住行了 也就一炷香的功夫 美哈开始拆模了 把周围的竹条立柱横梁什么的全部拆掉 老李则跟在后面 把炉灶周围表面再夯实一下 赶出里面多余的水分 使炉灶的质地更加密实坚硬 挨个夯实一遍表面后 再把炉灶上层整平一下 继续夯实 形状固定好了后 美哈则开始掏中间的炉灶排烟口 牢里做一旁的炉灶通风口 用土炉灶做饭就要用到柴火 那么产生的草木灰 就是土壤天然的肥料了 真是一举两得 经过两人的一番操作 一个粘土制作的炉灶 基本形态就出来了 对于炉灶的表面 还要做进一步处理 不然这么粗糙的表面 遇到水后会很快松散变形的 美哈提来了水桶 两人将炉灶表面沾水 抛光一下 炉灶的表面瞬间变得油光正亮 经过这层人工抛光后 炉灶的表面就像相当于镀了一层膜 显得更加美观实用了 一个做工精良的炉灶制作好了 老李和美哈开始收拾现场的杂物 不管干什么活 干完以后 现场都会遗留下或多或少的下脚料等杂物 只有及时收拾好现场 才能让家里持续保持干净整洁 美哈的父亲虽然身体上不那么完美 却是一个头脑灵活 思维敏捷的人 只要有他在 美哈一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木匠老李这是做了个什么东西 一层一层的 看着还挺高级 田园里一片郁郁葱葱 生机盎然的景象 老李昂首阔步来到院子边 割了把青草 准备喂一下家里的兔子 在这田园里 养上几只吃青草的兔子 可真是一劳永逸啊 而且兔子的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一窝就能产七八个仔 只要保持兔舍的干燥通风 基本上是不会出现死亡的 美哈早早地出门也回来了 她又买回来翼龙的鸽子 美哈虽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 不过还有一颗少女的心 比较喜欢小动物 父亲老李也是很惯着女儿 看到美哈带回来了鸽子 她只能想办法 给鸽子找个生活的地方 把鸽子饲养起来 幸好生活在这田园中 不比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 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 饲养小动物了 顶多就是养个狗 养个小猫之类的 还要考虑邻里关系 会不会对别人造成影响 老李把鸽子龙放到一个角落 开始利用好心大哥留下的材料 制作鸽子窝 先把木板测量好了尺寸 用锯子把木板分割开 锯好了木板 老李坐在板凳上琢磨着 怎么制作一个美观的鸽子窝 美哈拿着柴刀出门了 他要去山上砍些干柴 老李把锯好的木头摆成一排 然后找来了木方 笔量好尺寸 把木方切割开 木方是连接三块木板用的 老李把锯好的木方 钉在木板上 这个就是鸽子窝的底面了 然后老李就地取材 用完笔量着 在木板上画出一个一个的圈 把这几个圈圈掏空 就是鸽子窝的出口了 老李拿来了扁铲 用扁铲 一点一点地 把圈圈里面的木头凿空 没有得心应手的工具 干起活来确实费劲 好在老李有大把的时间 费了半天劲 终于把孔凿好了 老李用柴刀再切削一下周围粗糙的地方 让孔洞周围保持光滑 这会儿的太阳 已经晒到了老李干活的地方 恶劣的工作环境 会影响老李的创造 老李把干活的材料 搬到屋里去 老李把切割好的木板 用铁钉固定在一起 每个孔洞之间 也用木板隔开 这会儿 美哈也来到了山上 山上干枯的树干还不少 他把干燥的竹子拖到一边 然后找来了藤条 捆扎一下 每个竹子都带着枝条 张牙舞爪的 美哈怎么弄回家呢 美哈捆扎好竹子的一端 拖着就往山下走去 这个方法确实能省很多力气 由于还背着小宝 美哈侧着身 走得很是小心 小屋里的木匠老李 用心地定着木板 定好了隔板后 老李把隔断板落到长木板上 然后用小木块 把隔断板固定住 又再隔断板上层 加上一层木板 一个单层的鸽子窝的形状 就出来了 买了那么多鸽子 一层鸽子窝怎么够用呢 老李又搬过来一层隔断板 这层隔断板比刚才那层 稍微短小一些 这样上下重叠着 也会结实一点 选好了位置 老李用木方将隔断板固定住 再加上盖 连续地干活 已经让老李满头大汗 老李也是太宠女儿了 来不及休息 他想把鸽子窝今天就做好了 等女儿砍柴回来 看到后 一定会很开心的 很快 老李把三层鸽子窝都做好了 而且还在鸽子窝的最上层 做了个造型 这个造型既能防雨 又很美观 老李来到院子里 又抱了一捆木棍进屋 原来鸽子窝的背面 还是空着的 老李打算用这些木棍 把鸽子窝的背面围起来 这些密密麻麻的木棍 既通风又美观 终于做好了 美哈拖着干枯的竹子 往家中走去 终于到家了 他迫不及待地来到厨房 看看父亲老李 做的鸽子窝怎么样了 看到鸽子窝的一刹那 美哈开心得不得了 他买的鸽子 终于也有自己的窝了 背了大半天的小宝 坐在床上独自玩耍了一会儿 为了孩子的安全 美哈还是把小宝 放进了婴儿床里 老李和美哈又来到院子里 他们准备把鸽子窝 安放在院子边上 美哈开始挖坑 老李则去砍竹子做立柱 顺便在竹子一端上 把卡槽都做好了 老李这木工的活干得真不赖 几根竹子很快就切割好了 抱着来到美哈身旁 美哈的坑也挖好了 两个人开始买立柱 买好了立柱 也搭建了平台 真是无巧不成书 邻居过来借个工具用 正好可以帮助老李 把鸽子窝抬上去 这个活要是没人帮忙 就凭老李的海拔 那是不可能完成的 邻居和美哈把鸽子窝 抬到院子里 看着两人抬着的姿势 这鸽子窝的重量还不轻 老李也来帮忙 在一旁扶着 调整好方向后 三个人一起用力 终于把鸽子窝 摆到了立柱上 老李做的这个鸽子窝 真不错 远远地看着 就像一个灯塔 美哈迫不及待地 提来了鸽子笼子 把鸽子一只一只地 放进新装的鸽子窝里 小编也不懂 刚买回来了鸽子 直接放进开放的鸽子窝里 它们不会飞走吗 看着鸽子们 开心地吃着食物 喝着水也不飞 小编放心多了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林 老李还是一个热心肠 邻居来田里放牛 临时有事出去了 老李赶紧放下手里的火 帮邻居去放牛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美哈和小宝 在鸽子窝面前玩耍着 看着鸽子们 或是进食或是飞行 小宝都很开心 现在的小宝 已经能够独自走几步了 虽然还有些步履蹒跚 美哈看到小宝 在一天天地成长 已经很开心了 美哈把粮食 撒在平台上 转身又引导小宝 学习走路 现在的小宝 有样学样的 逗得美哈 妇女俩都很开心 老李在竹桥上 磨着柴刀 前几天美哈种的蔬菜 都已经发芽了 今天他们要把瓜苗架起来 老李扛着竹子 来到空地上 美哈也把小宝 背在了身上 开始清理 瓜苗边的杂草 小宝在美哈身上 一直在哭 于是美哈 把小宝放进小床里 这些杂草长得真快 美哈在种种子的时候 都已经清理干净的土地 随着瓜苗的生长 又都长了出来 真映了古诗里的瓷句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就像美哈这样 用砍刀 只砍去了土壤上面的叶子 把根部还留在土里 青草永远都不会 除尽 清理了一块杂草 他开始用铁铲刨坑 老李则是用柴刀劈砍竹子 他把粗壮的竹子砍成相同的长度 美哈还在用力地刨着土坑 这里的土壤都很潮湿 挖起来也不需要用太大的力气 切割完了竹子 老李也用铁铲刨着坑 由于他的双手不灵活 挖起坑来有些费力 经过父女俩的一起努力 坑终于被挖好了 他们把粒柱分别放进挖好的土坑里 然后埋上土 用铁铲把土壤夯实 美哈又扛过来一根细长的竹子 测量刮架的长度 老李用柴刀把竹子从中间砍开 美哈举起竹子 想把它横在立柱的卡槽上 身高不够 柴刀来凑 美哈用柴刀费力地把竹子卡在了立柱上面 美哈又扛来了一根更长的竹子 老李三下五除二 又把它砍成了两截 这次美哈没有用柴刀举着竹子 而是踮起了脚尖 努力地把竹子横在立柱上 如法炮制美哈 把另外两根竹子也放到了立柱上面 这样一个简易的四方架子就完成了 为了让支架更加地牢固 美哈把立柱卡槽处的竹子 用铁丝绑在一起 老李正在用柴刀砍着竹子片 美哈忙完了也来到父亲身边 看着父亲砍竹子费力的样子 美哈赶紧上前帮忙 手脚并用地把竹子掰开 父女俩又劈开了一根比较粗壮的竹子 她们把竹片搬到刚才搭好的架子旁边 美哈吃力地把竹片搭在四方框架上面 又用铁丝把它们固定结实 美哈又拖来了一些树枝 把它们都铺在了竹片上面 父女俩的这个操作小编表示没有看懂 邻居大哥牵着大牛过来了 告诉老李临时有点事 让老李帮他看一下牛 老李牵着缰绳 看着牛儿在休闲地吃青草 此时的老李坐在地上 愣愣地看着大牛 可能在想 如果父女俩也有这样一头牛 日子会不会更加好过 看着这么健硕的牛 应该不会便宜吧 老李他们现在情况应该也没能力去购买它吧 邻居回来了 老李赶紧把缰绳还给了邻居大哥 老李又来到美哈的身边 父女俩开始编织竹架子 一会儿的功夫 两个竹架子就编好了 美哈把竹架子放在刚才搭好的四方架子上 正好可以把下面的瓜秧盘在了竹架子上面 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有收获了 小宝在小床里开心地玩耍着 美哈又来到一旁的斗角地里 挖好了坑 把立柱埋在里面 很快就搭起了一个简易架子 他又拿来了树枝 把它们搭的架子旁边 看着美哈院子里的农作物都长势良好 到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 通过父女俩这段时间的付出 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得到回报 美哈家的兔子全现阵亡了 心疼的美哈不知道如何是好 幸好美哈家的鸽子还是活蹦乱跳的 没什么事情 这天清晨 老李准备带点鱼饵去河里捕鱼 美哈抱着小宝拿来了瓶子 对于老李面前的这种鱼饵 小编从来没有见过 也不认识 看着反倒挺吓人 美哈在屋里锻炼小宝走路 经过几天的反复练习 小宝已经能走好几步了 老李拿着装好的鱼饵进了屋 准备收拾一下装备 出门捕鱼 一家人能吃鱼也是不错的食物了 美哈背起小宝也要出门了 他要上山砍着柴火 每天都是这种忙忙碌碌的田园生活 由于老李的小手不够灵活 鼓到了半天才把鱼馅什么的弄好 把准备好的装备全部装进袋子里 老李也出门了 没想到在这田园之中还需要锁门 这门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只能代表家里没人吧 对于小偷什么的是一点作用不起 锁好了门 老李扛着鱼竿出发了 美哈拿着柴刀来到树林里 树林中很是潮湿 没有干燥的木头 只能把半干不干的木头 砍掉树枝 拖回去晒干 此刻老李也来到了河边 虽然走得慢 只要不停下 总能到达目的地 老李爬到竹牌上 开始驾驶竹牌进入河里 这个水面挺宽 老李把竹牌划到树木 比较茂密的岸边 听说这种阴暗有树木的地方 经常有大鱼出没 老李拿出鱼耳 挨个挂到鱼钩上 然后来到水深的地方 把鱼钩抛下去 用一端绑在空瓶子上 作为标记 老李挨个 把鱼钩下到不同的地方 树林里的美哈 正在努力地砍着树木 美哈清理掉树干的枝丫 把砍好的木头 汇集到一块 然后用藤条捆扎起来 看着这么些树木 可是不轻 不知道美哈 这次要把这些树木 怎么搬回家呢 河里的老李 已经把所有的鱼钩下完了 老李把竹牌划到 和中间的石头旁 固定好竹牌 开始钓鱼 老李可真是个人才 一点功夫不耽误 下好的鱼钩捕鱼 自己在河里钓鱼 真是双管齐下 今天的收获 肯定少不了 树林里 美哈拖着捆扎好的木头 下山了 背上的小宝 已经睡得很熟了 任凭美哈颠簸着走 都没有吵醒他 今天的路程比较顺利 美哈一路拖着 就来到了山下 美哈在山脚下 又给家里的兔子 拔了些鲜嫩的野菜 沿着一条乡间小路 美哈马上就到家了 来到家里 美哈没来得及休息 先把背上的小宝放下来 这样能睡得舒服些 没想到这里的鱼 还真不少 老李在石头上 钓到了一条不小的鱼 老李把鱼串到一根线上 放入水中养着 等会一块带回家 老李一会儿的功夫 又钓了两条鱼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 也该把提前放的鱼钩 收起来了 看看那边的收获怎么样 老李收拾了一下东西 穿上救生衣 来到了竹牌上 老李划着船往中间划去 家里的美哈 安顿好小宝后 开始喂鸽子 喂完了鸽子 美哈拿着新斋的野菜 去喂兔子 来到兔舍旁 看到大厂的兔舍门 美哈惊呆了 地上还有几只死去的兔子 这让美哈心疼不已 又不知所措 美哈仔细检查着兔舍 又在兔舍周围 找到了几只死去的兔子 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 喂了这么几天 就都死了 难怪老人们都说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这种带毛的动物 太容易出现意外了 而且有时候死的没有一点征兆 美哈在墙角处 发现了唯一幸存的一只荷兰猪 面对如此的局面 美哈有些接受不了 哭哭啼啼地抽泣起来 他仔细检查着兔子的情况 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美哈取来了大盆 把死去的兔子们装进盆里 准备挖坑埋了 此时的老李 划着竹牌 来到了河边 通过空瓶子 找到了下鱼钩的地方 拽起鱼线 还真有收获 鱼钩上有一条鱼 老李把鱼摘下来 统一串到一根线上 又来到下一个地点 老李慢慢地收起鱼线 感觉到鱼线的另一端 有鱼在挣扎 老李缓慢地收着鱼线 这条鱼还不小 老李提着鱼线 仔细地端向起来 这么大一条 够自己吃一顿的了 老李小心翼翼地 摘下鱼钩上的鱼 串到一根线上 然后把线系到竹牌上 终于可以收工了 今天的捕鱼工作 到此结束了 老李背起装备 向着河边滑去 来到了河边 老李提着今天的收获 扛着鱼竿 下了竹牌 今天的收获泼风 就这几条鱼 够一家人吃几顿了 老李沿着河边 往家中走去 家里的美哈 端着死去的兔子们 来到了菜园里 在栅栏边找了一块空地 跑起坑来 跑好了坑 美哈又仔细地 看了一眼兔子 然后把兔子们 放进了坑里 其实 死去的小动物 分散地埋到花园里 发酵后 能成为很好的肥料 处理好死去的兔子们后 美哈又来到兔舍旁 他要把兔舍周围 收拾一下 把兔子没有吃掉的野菜什么的 打扫出来 清理下兔舍的卫生 情绪低落的美哈 看到破损的兔舍门 想起死去的那些兔子 美哈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老李扛着竹竿 提着鱼也到家了 一进门 美哈就接过了鱼 告诉老李 咱家的兔子都死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老李迅速地来到兔舍旁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哈也跑过来 告诉父亲自己的发现 兔舍里面的塑料网 已经破了 而且兔舍的门也损坏了 再加上越南的空气 比较潮湿 也不利于兔子的生存 父女俩又来到了屋里 看着笼子里 唯一兴存下来的荷兰猪 商量着怎么把兔舍修好 再消一下毒 看看情况能不能有所改变 美哈家里今天的饭菜很丰盛 有鱼有肉 还有野菜 真是跑步奔小康了 清晨的田园里 稀稀利利地开始下起了小雨 美哈和父亲老李 赶紧把前几天砍的木柴收到厨房里 本来家里木柴就不多了 再都淋湿了 可就没办法做饭了 这么长的木头放屋里有些碍事 老李找来了柴刀 把木头披成断桩 屋外的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下雨的天气 美哈把披好的木头 整齐地摆到墙角处 很快 老李就把木头披完了 闲来无事的老李 拿着毛巾想去水管上洗把脸 无奈地面太滑 老李滑倒了 美哈赶紧跑过去 扶起老李 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李来说 下雨无疑是雪上加霜 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屋里比较合适 可是老李忙碌惯了 就这么干坐着在屋里 他也觉着不舒服 他把前几天做茶几 剩下的几个树头搬了出来 他准备再做几个木桶拿去售卖 真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买了一个粗木头 做了个木桶 还做了一套茶几 剩余的木头还要做成木桶 真是一根木头一点没浪费啊 老李先把木头的那表面打磨一下 然后用柴刀切割树皮 外面的这层树皮太过粗糙 要全部去掉 老李用柴刀开始劈树皮 雨停了后 美哈背着小宝也出门了 他要去田园里看一下庄稼的掌势 顺便摘些野菜 田园里一片郁郁葱葱 凭着一家人的勤劳能干 相信很快 一家人就会衣食无忧了 美哈在田园边上采摘野菜 在这田园里 野菜是最常见的了 各种野菜 能吃的不少 这也是田园生活最大的优点了 对于喜欢吃野菜的小主们 能天天吃到野菜 直到吃腻为止 美哈采摘了一盆野菜的叶子 端着离开了菜园 美哈把野菜在水管边清洗了一下 放到一旁 开始洗衣服 这几天牢里出去捕鱼 弄得浑身都是鱼腥味 把衣服给他洗洗 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就是不注意观察 你看牢里的衬衫 都快烂成一柳一柳了 也不知道给牢里买件衣服 虽然在田园里生活 不要求太好看 最起码的没有破损也行啊 此时 屋里的牢里 已经削了一半树皮了 看着工程量还不小 终于 在牢里砍了几百刀以后 树皮也清理完了 美哈把小宝哄睡了以后 又来到菜园里 有几棵长好的植物 需要爬干了 美哈赶紧把竹竿架好 干完了地里的活 美哈来到厨房 该做饭了 美哈点燃了柴火 这个高大上的炉灶 确实好用 而且干净 美哈把米饭熬上 看着米饭熬得差不多了 美哈又来到水桥边洗一下野菜 美哈端着洗好的野菜进了厨房 牢里还在整修着木桶 这可是纯人工打造的 每一刀都包含着牢里的汗水 做好了米饭后 美哈又换上了平底锅 一家人的勤劳 终于换来了 从吃上饭到吃饱饭的转变 今天 美哈炸鱼 把昨天牢里掉的鱼 也腌得差不多了 在平底锅里煎一下 小编觉着这么大的鱼炖汤 比较好吃 老李开始豹子抛光木桶的表面了 每一步都很费力 美哈家今天的饭菜真不错 美哈炒了一些肉 随后把野菜扔到锅里煮一下 看着一桌的饭 也能感觉出来 美哈一家的生活 已经接近小康水平了 祖孙三代围着饭桌 吃得津津有味 吃过了饭 美哈来到竹桥上 开始清洗餐具 洗好了餐具 美哈领着小宝在院子里玩耍 小宝特别喜欢看邻居家 吃着青草的老牛 老李的手工木桶 终于大功告成了 他和美哈一起去 去往熙熙攘攘的集市 满怀期待的开始今天的售卖 清晨 美哈端来了饲料 喂养着鸽舍下面那些咕咕叫的鸽子们 美哈来到水桥上开始清洗粉条 最近美哈家的火食是丰富的让人羡慕 顿顿有肉吃 美哈熟练地把肥肉煸出诱人的油脂 随后倒入开水 放入晶莹剔透的粉条 一会儿的功夫 一锅香喷喷的粉条肉汤就做好了 回想起当初 妇女俩曾有过没有早饭 可吃的艰难日子 如今却能享受到如此丰盛早餐 可见妇女俩这段时间的努力 没有白费 没有渣男阿牛的日子 让美哈妇女的生活更加轻松自在 现在的小宝也可以与大人同桌共餐了 从一直趴在美哈的背上的小不点 到现在已能蹒跚学步 屏幕前的很多叔叔姨姨们 都亲眼见证了小宝一路上的成长与变化 吃过了饭 美哈在清洗着餐具 老李在和小宝玩耍着 老李搬过来了放小兔子的小筐子 顺手摘了一棵青草 祖孙二人看着筐子里的小兔子在吃青草 老李把小宝交给美哈之后 来到屋子里 继续打磨着他昨天没有完成的木桶 通过昨天一天的努力 木桶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 今天只要老李用豹子曝光木桶外面的木头即可 可是这道工序也是挺费时间 还挺费老李的 不知道打磨多久 老李才能完成 小宝睡着了 美哈终于有时间去烫菜园了 她背起竹筐就向菜园走去 17岁的年龄 就让这个女孩学会了精打细算 她先是来到菜园里 看了一下架起的豆角 经过这几天的生长 藤蔓都爬在了树枝上 看这个生长速度 用不了多久 妇女俩就可以去集市上售卖豆角了 老李的木桶也打磨好了 现在只差给木桶做一个把手了 上次看见过美哈 用这种木桶蒸过糯米饭 没有底的木桶 小编还是头一次见 老李看了下做好的木桶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很是满意 他今天就要做好这些木桶 拿到集市上去售卖 老李没有时间休息 继续打磨着第二只木桶 美哈在菜园里清理着杂草 这些杂草长得真快 几天的时间就赶上了庄稼的生长速度 如果不快些把它们拔掉 会影响庄稼的收成 清理完杂草 美哈把它们扔到了栅栏外面 美哈在菜园里忙活了一早上 差点忘了正事 她是要来菜园里摘些番薯叶子 拿到集市去售卖 她想如果光卖木桶 有些太单调了 这些叶子也可以吃了 父女俩也吃不完 还不如拿到集市上去卖了 也可以换些生活费 美哈真是个精打细算的人 也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渣男阿牛抛弃了她 真是有眼无珠啊 美哈摘了半筐的番薯叶 准备去屋子里 看看父亲的木桶 做得怎么样了 去集市上 一来一回 也要耗费不少的时间 所以她想早点过去 来到屋子里 小宝也睡醒了 自己玩耍着 老李的木桶也进入了收尾 老李在木桶的一头 做了一个简易的支架 美哈把番薯叶捆绑成小捆 因为他们还没有买秤 论捆出售更加方便 妇女俩都忙完了手上的活 开始清扫屋子里的碎木屑 打扫完卫生 妇女俩就准备去集市上了 老李找来了一根木棍 把两个木桶 用绳子绑在了木棍上面 剩下的那个木桶 则由美哈用竹框背着 这几个木桶 对妇女俩来说 着实有些大了 她们走得有些缓慢 终于来到了集市上 妇女俩选了一块空地 把东西放下 很快就过来了一位顾客 她看了一下木桶的做工 价格也合理 很果断地买走了一个 很快走过来一位大姐 她也相中了老李的木桶 也买了一个 看来在这里 像老李做的这种木桶 还是挺受欢迎的 又过来一位大妈 她也相中了老李的木桶 很快三个木桶都被卖出去了 像妇女俩这样能干 和仇过不上小康生活 现在她们就实现了 顿顿有肉吃的生活 很快美哈的番薯叶 也有人来购买了 大姐看着叶子都很新鲜嫩绿 就全部包园了 看着可爱的小宝 还不忘逗弄一下 卖掉了所有的东西 妇女俩收拾起竹筐 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残疾父亲老李和女儿美哈 冒着大雨 在草丛里捉什么呢 这么卖力 越南地处北回归线以南 这里高温多雨 清晨的田园里 突然就大雨倾盆 田野里瞬间变得阴沉沉的 美哈家的水塘里面的水 已经满了 大部分的鸽子 也已经趴在窝里避雨了 美哈家的院子里 也变得泥泞不堪 半个小时后 雨戛然而止 被雨水刷洗过的田野里 显得更加干净了 到处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美哈安顿好小宝后 跟着残疾父亲老李 也来到了山脚下 根据老李的经验 雨过天晴后 河边草丛里会出现很多的青蛙 他们要趁着这个时候 去捕捉一部分 送去市场上换些生活用品 真是勤劳能干的父女俩呀 沿着公路一直走 到处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满天的蝴蝶翩翩飞舞着 甚是美丽 他们来到了一处小溪边 由于下雨 溪水顺着山坡倾泻而下 老李和美哈顺着山坡 往上游爬去 这个行为太过危险了 河水冲刷的河床 布满了苔藓等水生植物 特别的滑 很容易坠落 再次 也提醒屏幕前的小主们 危险行为 不要模仿 像老李这种 腿脚不变的人 更不应该在这里上山了 妇女俩顺着河道 来到了一处平坦的地方 这里有不少的青蛙 妇女俩就在这里捕捉起来 他们把青蛙放进网兜里 大雨过后空气湿润 水里的氧气减少 空气中的氧气则增多 青蛙会跑到地面上 来呼吸新鲜空气 这也给了老李妇女俩 可乘之机 他们顺着河道 一路搜寻着 水里的石块下的青蛙 没想到老李的小手 抓起青蛙来 还非常的灵活 俩手当作一个手用 一下就把青蛙抱到手心里了 更让小编惊讶的是 青蛙还会在土坡上作动 老李从土坡上的洞里 把正在睡觉的青蛙给抱了出来 不知不觉 父女俩来到了上游丛林中 美哈发现了岸上有芭蕉树 教老李拿来了柴刀 美哈把芭蕉树砍下 去掉外面的硬蹄 只留下里面鲜嫩的树心 芭蕉树心和甘蔗心有点像 而且芭蕉树心不仅能直接吃 也能带回去炒着吃 小编从来没有吃过 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很快 美哈就砍好了不少的芭蕉树心 然后用芭蕉叶包裹起来 这样拿回去就可以直接炒着吃了 父女二人开始顺着河道往山下走 他们来到竹筐旁 美哈把芭蕉树心装进竹筐 再把网兜捆扎一下 背着竹筐准备回家了 下山的路不好走 父女俩走得很是小心 特别是老李 对于走山路更是力不从心 随时都有滑倒的可能 还好有惊无险 父女俩很快来到了山脚下的公路上 美哈妇女顺着公路往家中走去 此时的天空慢慢地阴下来 开始乌云密布 随时都有下雨的可能 在经过一片草丛时 美哈听到了草丛中 咕咕的蛙叫声 父女俩冒着雨 又来到草丛里 开始四处找寻起来 没想到 这里的青蛙比山坡上还多 父女俩抓得很是起劲 就连这月下越大的雨 都不放在心上 冒着雨抓起来 眼看着雨越下越大 父女俩的衣服都淋湿了 她们仍然没有回家的意思 这么大的雨难道不会感冒吗 真是勤劳的一家人 为了生活也是拼尽了全力 美好的生活都是奋斗出来了 一点没错 别人在家避雨休息的时候 牢里父女俩还在为生活忙碌着 动力大的雨滴 很快把草地变成了池塘 父女俩辛勤劳作 也终于让大雨变成了小雨 才意犹未尽地离开了这片草地 希望父女俩不会感冒 她们从水沟边 大体清洗了一下身上的泥巴 便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美哈父女俩在院子里忙碌着 到处刨坑挖土 这是想做什么呢 新的一天开始了 鸽子们站在鸽舍上面 优雅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仿佛在为这新的一天做着准备 小宝盘山地走到小筐子跟前 用叶子喂着里面的兔子 老李走出小屋 美哈也拿来了铁铲 他们准备一项大工程 这个季节的越南雨水特别多 一到雨天 美哈家的院子就变得泥泞不堪 妇女俩出门很不方便 特别是对于残疾的老李来说 前几天就因为路面失滑 在院子里摔了个跤 虽然有惊无险 但也给妇女俩敲响了警钟 为了雨天出行更安全 妇女俩要在院子里铺些水泥路 然而 她们没有足够的水泥 只能用老李做的木框 在院子里做些水泥踏板 连接屋子与水桥和吐龙的地面 美哈先用木框在地面上画出来样子 老李再用稿头 把里面的泥土刨出去一部分 一会用来填住水泥 小宝已经可以自己在院子里走动了 走起路来 歪歪扭扭的很是可爱 妇女俩还真会精打细算 这么大一个院子 要是全都铺上水泥 要耗费不少的人力物力 但是用她们这个方法 好心大哥剩下的那些水泥就足够了 很快 妇女俩就在院子里 她们经常走动的地方 都刨好了小坑 刨好了坑 美哈用小推车把刨出来的土 都运到了水塘边上 这里正好坑洼 简直是一举两得 平整好了泥土 牢里已经热得汗流加倍 不停地用衣服擦着脸上的汗珠 推完了泥土 美哈又来到了水桥上清洗衣服 自从装上水管之后 美哈家的衣服也洗得勤快了 可能从小跟着父亲老李长大的原因吧 美哈每次洗衣服都很潦草 把盆里的衣服放上皂粉 胡乱揉搓几下 就算洗好了 也不知道洗干净没有 洗好了衣服 美哈哄睡了小宝 父女俩来到院子里 开始活水泥 老李提来了水 指挥着美哈或水泥 老李推来了小车 美哈把水泥铲进小车里 美哈把水泥车推到院子里 父女俩开始往木框里填充水泥 美哈负责产 老李负责把水泥摸平 不知道他们这几天有没有看天气预报 在这多雨的时节 如果水泥路被雨水淋湿 会不会有影响 终于父女俩把水泥路块都铺好了